哈喽大家好 八月中秋就快到了 今天我们做冰皮月饼 那冰皮月饼 一只只小巧玲珑 五颜六色的很秀气 很漂亮 那色素呢一般我们都会去买 买回来以后呢 用个一次两次就放着 放久了过期了 也就扔了 今天我们在自家厨房里找颜色 我们有什么用什么 先是三种粉 糯米粉粘米粉和小麦淀粉 糯米粉粘米粉 总量100克 四六开 六成糯米粉 四成粘米粉 再加30克的小麦淀粉 就是香港人说的等粉 那其他什么零粉都可以 它是面粉总量的三分之一量 所有的粉倒在一个容器里 一个tablespoon的糖或者糖粉 一杯牛奶 给它搅匀 因为很薄 因为很薄 所以你不一定要过筛 给一些时间给它 面粉就不会结块了 最后我们加 10-30克之间的素油 破匀 让它们综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三份 那不一定要平均 你喜欢什么颜色多一点 你就可以放多一点 用一点青菜叶子 加一丁点水 我们把它打成泥 我们就取出它的水 这个橘红的是胡萝卜打出来的 你喜欢颜色深一点 那你就必须多放一些胡萝卜 不要放太多的水 让它稠一点 那蔬菜汁也是一个道理 剩下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给它本色 上锅蒸15-20分钟就可以了 那这上面油 又会浮出来 如果说你想的话 你就趁热的时候 给它这样搅搅搅搅 它会混在一起 也或者你可以不管它 等会熟了以后 因为我们还要揉面 那时间差不多了 你如果没有把握 我们就用牙签试 要不沾牙签 就熟了 然后我们给它冷却 凉了后就取出 取出放到保鲜袋里 就这样搁着保鲜袋 搓揉个五分钟 5分钟后它就会变得很有弹力 那我们把它分成30克左右的一份 总共这些分量可以做12个 我们把30克的月饼皮放在手心 这样安平它 边上稍微薄一点 月饼芡放中间 我今天用的豆沙馅 我今天用的豆沙馅 这样安捞它 捏圆 放到高粉里滚一滚 高粉也就是熟面粉 最后用50克的小月饼膜 挑好自己喜欢的图案 放进模具里 模具控牢砖板 按下去 然后提起 一个冰皮月饼就完成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